好像有一种说法是说 清代的时候 中国的GDP是世界第一大国 对 这个发现是没有经过 严格的测算的 讲这个话的人都是引用谁呢 引用英国经济学家麦迪逊 麦迪逊老先生 我们跟他有很多很多的通讯来往 2005年当时我们想请他来 参加亚洲经济史年会 我们组织的 老先生在临行前不幸去世 那么他去世前最后告诉我们的话 他的测算是拍脑的 他的原话是说 仔细地假设的 我们是一人算的 我们是一点一点算的 我们是人口数据 粮食的数据 这个播种面积 公共财政 商品的运量 手工艺 槽瓷 铁 对吧 纸张的出这个产量 一点一点算出来的 所以清代我们的人均发展水平 比英国 比英国那个时候低多了 如果中国没有改革开放的话 恐怕我们自己这个经济体制 比较难以于 走向雇佣劳动 走向现代市场经济 为什么因为劳动力便宜 人均发展水平非常低 劳动力不值钱 为什么发明新技术呢 为什么要搞现代工业呢 这一点告诉我们 提醒我们 我们的任务必须是开放 那这个错误好像挺大的 通行的说法是说 清代的时候GDP 中国的GDP总量是世界第一 我们说的是平均量 首先我们强调是人均发展水平 你不能只看总量 因为我们人口增长速度 是远远超过我们的土地 和资本的积累速度 总量是第一 我们正在重新测算 根据我们这个测算 远远比麦迪逊 这个大家长期引用的 这个测算方法要低很多 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发现 如果你要说 有什么样重大的现实意义 或者说总结出一个道理的话 就很简单 必须开放 中国近代的发展 是被迫开放的 1840年之后被迫开放 被别人欺负我们开放了 最后我们又自强 我们又自己去主动地开放 去学习 那就是说一种通行的观念 是认为清代的时候 我们是经济比较强 只是军事比较弱 这个观点其实不成立 这个观点呢 应该说不完全对 打仗不仅靠的是规模呀 打仗还得靠人家的 经济发展水平来支撑 所以从这个道理上讲 鸦片战争之后 我们清朝 满清政府结结败退 经济上来解释 是有充分的理由的 应该清朝时期 尽管经济总量 还是比较大 因为人口多呀 但是你的发展水平很低 经济发展水平 是非常落后的 远远落后于西方 这一点 应该是没有争议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